蘇澳自成路兩側位在公所後方的第一公墓 僅剩少許的公墓 公所進行簽帳並且做綠煤化工程已經接近完成 成為地方另一處的休憩公園 蘇澳政公所以及正名代表會後方 分佈在自成路兩側的蘇澳第一公墓 占地有17,600多平方公尺 都市計畫的土地使用分區編定為住宅區 土地產權大都屬於縣政府 蘇澳政公所以及鐵路局 只有少數的私有地 由於公墓內僅剩少數的墳墓 在正名代表會主席歐敬意的積極爭取之下 公所進行簽帳 藤工土地來進行綠煤化 目前工程已經接近完工 景色煥然一新 變得整潔美觀 因為在那時候我們首屋裡面 也有一個很重心點 因為當然過去的這個夢幻部 夢幻部的地方 這個景觀也好 環境也好 當然應兵平方的發展 所以我們公所這家 將過去的夢幻部 整個來遷移 因為這個土地 都市計畫平定本來就去地區了 所以過去的一些夢幻部 我們都依照天使來廣告 有這個夢幻部的驚存在 都來給它遷移 現在目前要做一個地方的景觀 環境的改善 現在改善已經改善得很漂亮 這個土地非常空派 面積也非常多 所以說未來這個地方 未來這個發展也好 還是說我們所謂裡面 要放更大的活動也好 這個地方非常漂亮 我們這支公所開 最金的六百萬了 這塊原本凌亂的土地 在公所精心打造之下 成為一處綠地公園 提供證明運動休閒的新的好去處 一蘭新聞記者時事明採訪報導